于彭孙会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出席第31届世界客俗肯清大会开幕典礼 在此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向各面来宾致以美好的祝愿 长期以来 世界客俗肯清大会 为传承客家传统文化 增进全球客家乡心团结友谊 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 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到广泛占预 在加拿大 客家人人数众多 遍布各地 多少年来 他们不畏艰难 比例前行 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为加拿大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 加拿大客家人 心系丧足 关心和支持 祖国 祖籍国 经济发展 致力于 宗家友好 为中国和平 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借此机会 我向大家 表示 崇高敬意 和忠心感谢 今天 中国江西省干中市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 将签署友好城市备忘录 干中市有客家摇篮之称 也是下一届市客会举办地 万锦市则被誉为加拿大高科技之都 而且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华裔居民 数量众多 相信 此次有城备忘录的签署 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宗家关系发挥 积极推动作用 最后 祝第31届世界客属肯清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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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